地球人,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 以下是当前影响地球未来作为一个行星文明的银河事件的最新动态。 在本周的报道中,我们将回顾地球内部文明的情况, 并评估参与地球、全球演化和意识提升的主要有影响力的文化。 我们还将看到,银河系中的世界成功地反抗了长期以来的赛卡压迫。 我很高兴,欢迎您收看这第28期的星际新闻。 在2023年11月23日,银河联邦世界的基地在喜马拉雅山与最有影响力的地球内部王国的代表举行了一次, 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评估人类意识演化的全球状态, 以及在频率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发生的情况。 银河联邦世界的测量仪器公布的结果超出了预期, 地球内部的代表对这些积极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 尽管地球上仍然存在许多黑暗的地区, 但人类集体意识频率的整体平均测量结果显示出了高度和令人满意的结果, 实现了每一个预期。 在喜马拉雅山上的非同寻常会议之后, 地球内部王国的主要城市的领导人, 接连在2023年12月初在阿兹尔群岛下面的马雷诺深地下城市召开了一次会议, 他们希望协助地表人类迈向演化的下一步。 他们决定向地表人类开放一些通往地球内部的入口, 并允许经过审查的人类物理访问部分记录洞穴的知识, 这些知识只会分享那些不能被转化为武器的领域, 比如医学科学和灵性发展领域。 自那次在马雷诺的会议之后, 一些通往地球内部的入口在某些地点重新开放, 在地球联盟的军事保护下, 以防止不受欢迎的势力对这个星球的利益造成干扰。 除了军事存在, 选定的平民也欢迎访问地球内部设施。 地球内部的王国分布在行星地曼的各个层次, 随着深入, 它们逐渐转变为更高密度。 地球内部的土著人口具有各种起源, 最古老的是可以被归类为元素精灵、 先灵或精灵的原始地球以太精灵, 它们是更高密度的物质, 并且通常生活在基于部落的社会中, 除了由皇家统治的三个大精灵王国之外, 它们还经常访问行星表面, 通过所谓的水门, 这相当于横跨密度的传送门, 通常嵌入在水源中, 更少见的是湖泊, 因为水通过正确频率的密钥激活时会变得 Virtile或者微波, 如果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一个非常古老的外星种族, 也就是2000万年前首次访问地球的那家, 它们原本来自阿尔法龙座星系, 那家2000万年前到达地球的目的是殖民和占领它, 它们是在地球生命细胞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达的, 那家改造了它们的新环境, 使地球成为适合爬行动物生活的星球, 特别是改造了大气层, 并在6500万年前停止了许多生命形式的进化, 星际联盟也称为雪松集团, 到达这个星系, 并发现一个被爬行动物改造的行星, 它们希望将这个行星恢复到其原始的生物多样性, 因为有些地方出现了问题, 违背了进化的法则。 因此,雪松结束了地球的爬行动物领域, 它们重置了这个星球, 使之更加公平和正义, 消灭了所有的爬行动物, 并给予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平等的发展机会。 那家当然得到了通知, 愿意离开的离开了, 留下的很多当然被杀了, 但很多人去了地下, 直到今天, 那家仍然生活在地球的地下, 它们整体并不是一个好战的种族, 一些那家社区变得非常智慧和灵性。 所以这就是那家的故事, 地球内部还有其他种族, 这里是地球内部人口中占多数的种族, 其中包括在全球性灾难或灭绝威胁之后, 迁移到地下的第三密度人类的后代, 其中包括亚特兰地斯人, 极北人以及各种土著表面人口, 这里还有各种外星殖民地, 比如来自半人马座的阿尔法千里静人, 他们建立了著名的泰罗斯文明, 泰罗斯文明在地下有着很大的延展面积, 泰罗斯的中心城市位于北美的梅斯塔深处, 泰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种族, 直到阿尔法龙座的塞卡人回来, 他们迫使泰族将他们的地下网络交给了他们, 以及那家, 所以塞卡控制了泰罗斯, 直到2021年他被解放, 不是所有的泰罗斯人都会害怕和威胁, 其中许多人组成了马基抵抗组织, 并对抗了塞卡, 那家也是如此, 不是所有的那家都加入了塞卡的队伍, 一些那家也反抗了。 萨斯奎奇或大脚怪留下的半数生活在地下, 半数生活在遥远的密林地区, 他们是来自火星难民殖民地的后裔, 当毁灭第五行星的巨大灾难发生时, 其他幸存者是我们现在称为蚂蚁人的人, 实际上他们是火星上的阿塞殖民者, 或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他们最初来自银河系中的N130号星系, 位于距离地球7500万光年的星系集群Arid-Denas中, 他们的文明分布在约100个星系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和智慧的文化, 他们的本质是人类昆虫型的, 他们既会口头交流, 也会心灵感应, 他们的社会是基于王制的, 有一个高王和许多次要的国王, 统治着星球上分散的许多王国, 蚂蚁人已经多次与现代人类取得联系, 我建议关注美国陆军人员JP与他们在前往地球内部的任务期间保持的定期联系, 如果你想与地球内部的人沟通, 你必须去找他们, 去自然, 去美丽的野外地方, 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地、树木、河流和洞穴的原始强大的能量, 内地人民不会来到你危险, 污染、喧闹、繁忙的城市, 他们已经打开了他们的大门, 并发出了心灵的呼唤, 你必须在内心的平和空间中生活, 拥有自由的思想和充满爱的心灵, 然后你才能听到他们的呼唤, 并跟随他进入野外, 跟随信号, 你会找到他们, 随着太空战争的持续, 全球银河起义已经展开并蓬勃发展, 看到所有这些世界站起来反抗压迫者, 并觉醒并为自己的权利和正义而战, 得到银河联盟的帮助, 尽管有些伤亡, 为了从压迫中获得自由和主权所付出的代价, 越来越多的文化正在了解那些站起来并成功的人, 并被激励做同样的事情, 银河联盟有可怕的GOMO强制执行, 他帮助这些世界并在太空中与赛卡作战, 这也是一个主要动机, 另外, 已经从被击败的舰队中脱颖而出的赛卡飞船的流氓小队, 继续在银河中游荡, 造成了轻微的伤亡, 尽管联盟进行了扫描操作, 但他们仍然很难被定位, 但最终他们总是会被消灭, 因为他们所能做的和他们所能走的远远不足以避免被拦截, 这一银河规模的行动将被铭记在所有人的心中, 并以自豪地讲给后人听, 啊, 多么美好的明天啊, 对于这个星期来说, 希望是所有被这个可耻的赛卡帝国长期压迫的人们的动力, 现在看到这个起义是多么的令人振奋和激动, 虽然作为灵魂, 我们自然地渴望和平, 因为和平是我们在轮回结束后达到的状态, 但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和平, 可以通过从你的内心的平静中散发和平, 也可以通过拿起武器为正义和公正而战, 即使这不是你的世界, 即使这不是你的人民, 你也在为正义、公平、生命而战, 捍卫你被压迫的权力, 这是一个高尚的事业, 最终当你胜利时, 你就有了力量让和平继续存在, 这正是现在发生在这个星系中的事情, 由于少数人的大胆, 激发了众多人的团结, 内地人民当然知道这一点, 他们知道人类正在觉醒, 他们知道邪恶者的头颅已经被除去, 他们知道退步的外星人已经从星系中消失, 至少从地球上消失, 这一点他们确信无疑, 现在他们知道他们再次与人类表面更安全的互动, 你知道, 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曾生活在地球表面, 并与地球表面的人类进行过交流, 现在, 这个时代将再次成为地球人, 你们地球表面的人类, 你们是关键的起点, 通过你们自己的选择, 你们自己的决定, 将允许从地下重新连接地球人民和, 来自地下和地上的星际国家的联系, 你们处于中间, 正是因为你们的行动, 这一切才会发生, 因为你们的觉醒, 因为你们意识的开放, 你们每个人都是允许这两种联系发生, 并展开成美好未来的漩涡共恶点, 有很多地下城市, 很多通往内地的通道, 我自己曾经去过东土耳其的达林库游, 它位于这个地区, 是两百多个地下城市中的一个, 有很多地下城市, 但这些都遍布在整个地球上, 在东土耳其, 它离地表非常近, 还有罗马尼亚, 那里也有不同的地下城市, 罗马尼亚也是通往这些地下城市的另一个入口, 你有曼彻斯特, 你有亚洲的许多地方, 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进入地下城市, 还有许多地下城市有待发现和开放,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我去过达林库游, 那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一旦你进入这个地下网络, 频率就不同了, 你越深入, 频率就越高, 你真的感觉自己在前往更高密度平面, 前往内地, 有许多层次, 有许多层次,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建议每个人都去参观, 感受内地的物理意识, 我们正生活在令人兴奋的时代, 你们可以使这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成为现实, 因为你们是天空和地球之间的媒介, 你们地球人是一个令人惊奇, 令人惊奇的种族, 星际国家的人民, 以及内地的人民都盲目地信任你们, 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谁, 现在是时候你们了解自己是谁了, 下周见。